中国工信部副部长尚冰最近在2012年中国国际信息通讯展览会上 公布了有关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数字 他说截止到2012年7月底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了10亿6千万户 中国互联网宽带的普及也在稳步推进 据中国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数字 使用4M以上宽带的用户为56% 中国的网民更达到了5亿4100万人 不过中国多家媒体最近对中国的所谓宽带服务缩水等弄虚作假的现象 集中火力进行了揭露和打击 称中国绝大多数网民使用的是假宽带 中国网民花高价买了宽带服务 实际上使用的网速根本达不到运营商的承诺 花的是冤枉钱 一家外国驻京新闻媒体在中国一家知名网站 订了20兆的宽带服务 每约2000元人民币 然而下载速度有时候还不到100K缩水数百倍 上载更是老牛拉破车 速度甚至不如美国10年前原始的拨号上网 在中国政府官员为网民人数世界第一骄傲的同时 中国也以对互联网控制之言而闻名于世 很多著名的海外网站如推特 脸书 油管 谷歌等等 在中国都无法登陆 需要翻墙才能浏览 为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通 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是巨资兼金顿工程 现在进入了二期重点项目的建设阶段 据中广网最近报道 中国公安部门的专家运用计算机 摇杆地理信息系统 卫星定位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启动了全国PGIS 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平台建设 并将其列为金顿工程的二期重点项目 这一平台可以做到部 省 市 三级互联互通 全国一张图的总体架构 网民上网的时间 地点 内容等信息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迅速锁定 中国著名自由派学者刘苏李 在和美国之音记者 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禁锢信息的流通 是对智力的极大浪费 是根本行不通的 你能控制你的世界 你怎么能控制外部 就对你领向了 对啊 对吧 这是个模式的 越来越风景 那好 如果连这一点 我们做起来都想把事情做好的 事情都很困难 更不要讲就是我们 多数的智力 没有办法用在这样的正向的这个事情上 美国政府对干扰信息自由流通的行为 表示坚决的反对 奥巴马总统发表 对中东和北非政策的讲话时强调 手机和社交网络使得一代青年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联系 美国将通过互联网 卫星电视等信息手段 支持信息的自由流通 在美中人权对话中 网络自由是一个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 VO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